李组长眉头一皱 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各位TV电视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李峰熙 李组长 李组长来了 重现经典类戏剧片段 相信你对他一定不陌生 由于现场遗留大笔的现金 使得刘明远死因更加离奇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高雄我戴着口罩 那个什么吃饭什么的 李组长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李组长 他看眼神 改换上浅色西装外套 确认过眼神没错没错 今年64岁的李凤馨 因李组长一脚让他翻红 但你知道这些年过去 他什么都做过 我做过公司的机场 那我开过计程车 跟着一些朋友们 做一些船直销什么的 我都接触过 喜欢拍戏 认为亲身体验过了每个职业 才能真正掌握精髓 虽说是抓紧有空赚点外快 却不是每次都这么顺遂 其实我做红豆饼我是在赔 在烧本的 对就在赔钱没有赚钱 最好一天下大概赚了2400块 我投资20多万 现在30万 所以这样算下应该赔了10多 有赔10多 透露我想在高雄成立演员训练班 同时他也精进自我在高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 读在职专班 其实我蛮厉害的 30多年没有进教室 结果进教室之后 上课我觉得我还没打课 只有还写笔记 我觉得有时候对我自己也蛮佩服的 也还好 因为现在高级很快 而且高级我是做学生票 继续奋斗大学实习就开始的演员梦 李凤馨求心求变生活超忙碌 最重要的想告诉大家 有戏份欢迎找他 TVB圈装情圆的项目区 泰宝到